警方只搜索票進入屋內 嫌犯還在呼呼大睡 快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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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邊專業小組 凌晨五點多在汐止民宅 逮捕了張姓李姓男子 早上十點多 又在莊河逮到最後第八名嫌犯 這群年輕人前一晚 跑到新莊火鍋店 為了債務問題 匯刀砍人 用餐尖封時刻 火鍋店內 滿滿都是民眾 嫌犯不顧他人 持棍棒刀蟹 攻擊兩名男子 顧客全嚇壞了 奪門而出 現場還有小朋友緊緊抱著媽媽 而嫌犯傷人之後 立刻逃離現場 離開時 現場還傳出槍響 而受傷的兩名男子不停流血 狐欣男子左手左腰被砍傷 消息男子頭部受傷 店員趕緊拿來毛巾止血 警方獲報之後成立專案小組 案發後三小時開始發動歹人 警方調查砍人嫌犯公稱 因為追逃兩萬元的債務 對方找來胡信 消信兩人喬債 但口氣不是很好 還嗆瞎才會帶人到火鍋店攻擊 一個債務是兩至三萬 當然這是雙方面的說法 是不是有更高的一個借款 金額這部分我們警方 會來做一個釐清 為了兩萬元就闖店砍人嗎 警方懷疑債務糾紛恐怕不單純 除了要查明糾紛原因 還要釐清嫌犯離開現場時 到底有沒有人開槍 三千熊的另外一支 哨子融蟹媒報導 就擦去atem いつ怕警方 就擦去